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故事就是 我爱肉肉,你的第二个故事 会走路的鲜鱼 哇,好热啊,快开风扇,快开冷气 冷气,你会这是你家吗? 最近天气很热,海洋观的学生刚上完旗课 一进课室偏热的受不了 换完之后,换衣服后 所有人都到图书馆去 班长王金凯一走进课室这边 这边通知大家 老大为什么要去图书馆呢? 季老师要在那边上华语科啦 王金凯热的不耐烦 那我们要带上华语科本和其他不知吗? 周子余问他 这还要问吗?当然要了 王金凯回答 你是班长,你不说清楚我们怎样知道啊? 不用些反驳哈 老大,为什么季老师要你通知我们? 每次这种小事都是副班长做的啊 但一行问王金凯 我怎么知道 今天杨凉代表学校去参加游泳比赛没了上学 哪有分什么大事小事 但事实就是那样 没办法反驳 老大 图书馆里有冷气 我们赶快去吹冷气 我们赶快去吹冷气 太好了,可以享用冷气 一听到待会儿在图书馆上课 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赶过去 由于不能穿鞋子进图书馆 所以他们都把鞋子脱下 放在外面的鞋架上 普通鞋子的脚都是汗 他们干脆把袜子也脱了 今天我请完全冷气 嘿嘿 没多久后 海洋班里的学生 都进入书馆里了 同学们 今天会安排你 今天会安排在这里上课 那是因为老师要你们找资料 季老师收到 哦,原来是这样 那是因为老师要你们找资料 OK,那我们开始上课 上开课本 第56月 这篇课文的内容是关于 腌制食物 当大家一边听课 一边享受舒适的冷气的时候 突然就有人开始低声的讲话 没多久 低声讲话的人就越来越多 同学们 如果你们有话想说 请先举手 季老师没办法继续讲课了 老师 你是不是带着咸鱼来上课 咸鱼也是研制食物 对吧 咸鱼 季老师不明白 对啊 很重的咸鱼味道呢 我也嗅到了 老师 你把咸鱼藏在哪儿了 同学们七嘴八舌的 所嗅到的咸鱼味 老师没准备咸鱼啊 老师怎么能把食物带进来和食馆 老师 那一桌的咸鱼味最重 张一鲜 指着胡同学的几个和女 几个女生的方向 哎 你才有臭咸鱼味 季老师悬着七味道 终于发现了咸鱼的位置 胡同学 刘一飞 周子鱼和茶一雷 你们带了食物进来乎食馆吗 没有啊 女生们摇摇头 那怎么会 季老师玩下摇去检查门做敌食 穿大脚了起来 啊 老师找到咸鱼了吗 胡同学 要问季老师 胡同学 你怎么没穿袜子 季老师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老师刚才我运动时 脚流了太多汗 呃 所以 袜子都湿了 呃 所以脱下浪脚吹起风 胡同学回到湿 还动了动脚子 我的妈呀 原来 鲜鱼就是胡同学的脚 多次的长一鲜鱼 蹲下来去猛西 又夸张的跳了起来 什么 原来是脚臭味 哦 原来我的脚会发出旋鱼味 我都没发觉了 你 嘻嘻 胡同学 不以为 胡同学 不以为 好臭 你的脚那么臭啊 脚肯定是臭的 难道你的脚气是香的 嗯 只不过我的脚比较有个性 现在跟别人不一样 这东西还嘴 好了时间不多了 我们继续上课吧 季老师赶紧阻止了他们 再讨论这话题 只见几个坐的比较靠近胡同学的 不信捏着壁纸 就是皱着梅着上课 回到家后 胡同学面把树包一丢 准备去看电视 妈妈 请问我可以 看电视吗 你把你今天的脚衣服 放在篮子里了吗 妈妈问他 啊 我现在就处理 我现在有一个脚衣服 我现在不认为 我现在在大小的 我现在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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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强啊 娜娜被吓了一跳 赶紧去乱治理检查 博博也不知道今天太热了 脚流了很多汗 行李就游出来了 我的妈呀真的好臭 妈妈捏着鼻子 用苍蝇拍把袜子勾出来 有吗我觉得还好哦 我中学开始小鸭子就往鼻子 就往鼻子靠近 你快去洗脚 用沐浴露彻底洗干净 妈妈尽叫 可是我在母习中心洗澡 水已经洗过了 再洗一次 以后一回到家里 要马上洗袜子 还有好啊真麻烦 沐浴露洗了脚以后 妈妈便认真的和她说 以后你多戴一双袜子去学校 但你发现流了很多汗水 尤其是运动后 你就把脚擦干净 擦干 再换上干净的袜子 怎么那么麻烦啊 如果我这么做的话 续静就会在你脚步执掌 发生错位了呀 妈妈解释 我都不觉得臭 胡同学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多戴一双袜子去学校 就是 妈妈现在可以开电视了吗 你则是气死人 妈妈瞪了她一眼 虽然胡同学答应了 妈妈多戴一双袜子去学校 可是她并没有拿出来换 换来换去 太麻烦了 我都不觉得 而且我一点都不觉得臭 只要 袜子 只要胡同学没把袜子脱掉 没进去封闭的冷气室里 她的脚步发出的咸鱼味 不会太强烈 同学们没嗅到脚抽味 所以就不会投诉 胡同学还以为她的脚 没有再发出咸鱼味了 今天体育课结束后 好像慢的学生要到 电脑室里上电脑课 电脑室里也有冷气 学生们必须把鞋脱了 放到外面的鞋架上 胡同学的袜子已经湿了 她觉得不舒服 那还没换上干净的袜子 要不要把袜子脱掉呢 她担心上一次图书馆的事会重演 最后她决定不把袜子脱掉 电脑室的电脑不足 因此学生们必须两人共用一台电脑 刘异飞生病了 没人上学 我要和谁同一组呢 胡同学 今天林静姐没来 我们两个一组吧 杨阳才向她招手 杨阳太好了 胡同学兴奋的冲了过去 照在杨阳的旁边 胡同学从来没试过电脑课上的那么开心 老师叫的东西出来变得非常有趣 她看着杨阳熟练的操作电脑 圈里对她的崇拜更深了 杨阳好帅 杨阳好厉害啊 胡同学的心里 我只要重复了几次 当胡同学陶醉在杨阳的魅力时 她不自觉地将用脚趾 把湿袜子都脱掉了 杨阳你很热吗 怎么在那儿换呢 胡同学察觉到了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胡同学很担心 胡同学 你又没有闻到一股咸鱼的气味啊 杨阳坐着眉头闻到 上一次 在图书馆发生的事 杨阳并不知道 因为那天还去比赛 咸鱼 这东西心里心 对我好像闻到咸鱼的气味 刚刚修到了 呃对不起 那是 in鬼 一个鬼 鬼 鳃声音 别理哈啊 呃我这个block音不太好 tys 哎喲�lar 他心想,糟了,我的袜子怎么了,我借了,我听到哪里了 我从小就不吃鲜鱼,因为我很害怕吃鲜鱼的机会 一吸到机会就会觉得网友想吐 洋洋痛苦地告诉胡同学 向南,胡同学的脚趾还在努力去找袜子 突然坐在对面的入寒皮这时候大叫了一声 哇,这什么东西 怎么了,都只,都底下有什么东西 这是袜子,袜子 如果还用两只橡皮当筷子,把那个东西夹起来 这七位,鲜鱼位 难怪,为什么我就需要鲜鱼位 我还以为是错误了 胡同学看,那不就是他的袜子吗 怎么没踢,他踢到对面了 胡同学,你踢到了 这是你的袜子吗 如果还捏着鼻子问他 这,这,这 胡同学不想承认,但是那股鲜鱼位 他想逃不逃不掉 他没穿袜子 这袜子是他的 这,胡同学的单一性发现 胡同学,关着脚要去 是我的袜子,又怎样 胡同学硬着头皮成的 你的袜子,那个头颜头 我常常把袜子向胡同学抠去 但是,袜子没掉在胡同学的时候 而是掉在我的羊羊头上 老师,我去厕所 男人叫了,跳起来一滴甩头 你的嘴巴都搞出去了 羊羊 胡同学弄在那里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久后,羊羊便带着 苍白的脸和虚妄出起来了 后来,他跟老师要求先回课室里休息 因为身体不太舒服 在羊羊前面出球 胡同学觉得很丢脸 看着羊羊微吐 他还觉得很内疚 羊羊对不起 胡同学看了看 移回到他脚下的两脚袜子 再看看了自己的 两条鞋鱼 他很后悔没有听妈妈的话 没照着妈妈的话去 导致双脚的卫生 从那一天起 胡同学生起立的让 双脚导致干爽 只要脚汗多了 便去把脚洗干净 擦干后 换成干净的腕子 我发誓 我的脚再也不会变成羊羊 嗯,很好 妈妈点点头 妈妈,你休息 看看我的脚还有没有羊羊味 对,胡同学 坐在沙发上 把一只脚抬高 呃,好吧 为了鼓励胡同学 上来只好 硬着手臂把 踢鼻子冲过去 羊,还有臭味吗 胡同学紧张的闻 没有臭味了 嗯,我怎么又嗅到了一口香味 比起妈妈 我借用你的香水 喝一点 香水? 我的名牌香水 胡同学 你进来用我的香水来换脚 妈妈从草发上跳下来 哎哟 我只是想错你错了错了 你就别那么的委屈 你错了 气死我了 如果妈妈发现 我们学用了半瓶的一样的香水来换脚 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呢 同学们,别的脚也嫌一味吗 同年,同化,咸鱼味 羊羊说 你有闻到咸鱼味吗 羊羊说 真的好吃 胡同学说 羊羊你没事吧 羊羊说 气味成你 胡同学心想 难道是我的脚 羊羊说 从你的后面上来了 跟她说 干嘛 我不会给你 我都挖烧 挖烧 咸鱼鸡饭的 胡同学心想 别认为她如此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想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点赞 再见咯 小大家 我们下午 请休息一下 我们下午 准备 咸鸡 请拍照